打擊部長 部長早 我想我們在10月11號的時候看到內政部有發了一個新聞稿 就是有關於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項目的部分 要投資中國的資金開放 來台灣投資這個旅館觀光旅館業的部分 只要得到交通部同意的話 那我們這邊內政部這邊是不是有其他相關因應措施 那後續如果有違法的一個情況等等的話 我們內政部到底要怎麼樣子做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部長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這東西但是細節怎麼做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就是說你對這個的看法 你先講一下吧 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我想非常清楚的是 就是他們來投資但是並不等於移民 他可以他就是說他 不是啦現在問題是他投資了之後那個 他的他也可以擁有土地嘛是不是 他土地的擁有他有一個quota有個限制 有個限制 然後那個那那個他的第三物也可以 他也有也有一個總額在管制 也有一個總額在管制 管制大概是多少 然後如果說他們有違規使用或什麼樣的情況的話 那你們會怎麼樣子做處置 我們有一個管制的數字啦這個數字 土地面積有些數字房子 那你們先可不可以請說明一下 你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中資來台這個投資這個觀光旅館業的非常熱絡啊 是那個跟委員報告就是最近有關報載的部分啦 事實上這個部分是在目前在金門的一個舊的旅館 那交通部他本身會有定一個總量管制的機制 不是只有交通不是只有在金門吧 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構 但是目前只有一間 我們資料目前只有一間 在審查中還沒定案 就是用中資的名義進來 是要在金門 金門的一個舊的旅館 舊的旅館然後土地的部分等等 對對對 那等於說目前還在相關單位審查中還沒定案 那你們現在你們有沒有什麼配套措施啊 你不能說那邊你合了之後 那你有沒有管制的數據啊等等啊 比如說在外人投資條例 他有外人投資條例的那個嘛 是 的比例嘛對不對 那中資的部分呢 還是你根本就沒有限制 這個交通部會有一個總量管制的機制 不是那你們你們內政部主管業務就包括土地跟那個部分 內政部主管是有關於自然人擁有的住宅部 對啊對啊 那觀光飯店是屬於交通部目的事業主管機構 我知道那個部分屬於他們管理嘛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針對於這個投資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管控的部分啊 你不能這個部分都推到交通部去啊 沒有這是相關部位聯合起來一起做 那你們內政部到底怎麼樣子規劃 你們外人投資條例就有一個比例了嘛對不對 有法人跟那個自然人的部分都有比例啊 外人投資條例投資不動產的部分都有 那你們現在你們的比例到底是什麼 你們要讓我們知道啊 就是有關外國人的部分是金融金融部來投資 我們部裡面是已經有就針對自然人 對那你們有沒有提供給相關的單位 目前在交通部這邊譬如說你現在 好啦你現在開放你中資來台在金門設立 那他們的比例能夠占我們多少你們總是有評估吧 你到現在就不知道嗎 這個部分是由交通部在做處理 交通部觀光局在做處理 你土地他如果來擁有的話咧 我們會從相關部位來做處理 你們的比例到底多少嗎 我們這邊不訂比例是由交通部訂比例 你們不訂比例是交通部訂比例那你們到底管什麼咧 土地跟那個不是你們管的嗎 沒有工業區交通那個經濟部管 不動產不是你們管的嗎 最後會進郵部裡面來 是嗎那所以你們這邊有沒有提供意見給交通部啊 難道你們都不用提供意見喔 我們會從相關部位來審查 我真的覺得說這個這麼重大的一個事項 可是內政部到現在我問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們已經要給他開放了 開放進來不動產的這個啊 設置的部分啊 那你們也應該要 相關單位你們是主管最後的土地所有權是你們在管的嗎 不是內政部管的嗎 應該是我們最後是負責核准跟審查登記啦 是啦所有權也是在你們這邊審查登記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你們針對於這個部分應該要佔我們國土多少 不動產的部分要給予多少 應該是要有一個比例啊怎麼會都不知道咧 我真的覺得很很訝異耶 我想說你們會你們會發新聞稿講 這樣表示說你們都已經有相關的這個措施了 那你配套措施都沒有 我今天問了出來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我們現在還是說我們他們全台灣的那個旅館院或不動產 他們都可以擁有 還是這個所有的不動產包括商辦的部分也可以擁有 那可以擁有的比例到底多少 你們竟然都不知道 不想你們這個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一個方案出來 還是你們到現在還就是都推給 我們在自然人自然人的土地跟他的房地產是我們有一個quota的 我們有一個比如說土地十三公頃嘛每年嘛十三公頃建築物四百戶 這個是自然人的部分 自然人的部分那法人的部分咧 你剛剛講的是那個旅館那現在那比較多 那現在我如果說不旅館還有商辦啊法人進來投資的部分到底有多少啊 你萬人投資條例裡面都會有規定的那你們這個部分是你們主管業務不動產的部分是 是這個內政部這邊來管理的嘛 他們的所有權是你們這邊owner來管理的 你們到底要放多少等等的比例你們沒有辦法講出來 我也是真的很訝異啊 因為這裡面跨了是經濟部交通部跟我們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們是不是應該要討論一個比例出來 我今天非常訝異是我問了之後既然沒有這個 這個你們的相關的訊息等等 那內政部對於就是這個觀光旅館院你們應該要開放多少等等 你們也應該要可以建議給交通部 不是交通部下來你們就全部合啊 是這樣子的嗎 部長這個部分你要怎麼解決啊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跟院裡面來反應啦 就是說交通部主管經濟主管各部會主管的關於這個部分是不是有一個合理的總量 這個我們會跟院裡面來反應 所以現在目前都沒有總量管制就對了啦 目前在內政部主管的部分土地跟這個這個建築物我們是有總量管制的 我希望這個部分應該要進步出來啦 你到底你講說你們要那個那後來如何這個收回等等 如果說他有這個不當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不當經營的情況之下你們要怎麼樣子來來取回 沒有這個怎麼會是你們內政部發的咧 如果是這樣的交通部發就好啦 對不對 那你們也你們也會你們也會要集合說他這個部分土地的取得等等的部分是不是有違法違規使用的一個情況嘛 現行法令有規定 他應該如何取得如何使用如何退場 現行法令都有 我真的真的覺得這個相關的措施你們都還沒有講出來沒有讓民眾知道 那我希望說你們競速而且你們已經有做的部分要把它在一個禮拜之內送給我送給本席 做參考 對啊一個禮拜你們說你們已經有配套的部分啊 內政部的絕對沒問題 對啊你們其他部分你們要趕快去跟行政院反應啊 其他的我們跟行政院反應 對啊然後要跨部會來協調 然後說你們這個總量的部分都不知道 那全排的那個旅館觀光旅館業他都可以收購 還是說所有的商辦他都可以收購 那比例多少這個部分你們本來就可以當做你們的 你們本來就應該要主管機關應該要有意見應該建議給給相關的部門才對嘛 這樣講好了 內政部的部分我們有我們的總量管制 隨時可以提供給委員 經濟部跟交通部那個我們會都會願意 但是最後中規的還是管道內政部來管因為土地所有 土地的所有權的部分到底擁有的部分是屬於我們地震 地震的業務嘛不是嗎 好啦 文官新的事實上啊就是我們每一次都有發布的新聞資料 目前事實上那個中資金的投資的部分啊 住宅部分大概有122件 那事實上他們投資件數不多 事實上他們可以在海外或其他他們自己在中國內地可以投資的範圍啊 不見得一定會選擇台灣 不是啦 讓你解台灣的部分只有122件 那個 那個你是司長嗎 是是是 司長啦 我跟你講啦 問題是你不是說人家要不要來選擇你們我們裡面至少 行政部門要有所控管的一個那個嘛對不對 對相關部門本身內控都有一個管制機制 希望中所不要來投資或是怎樣 如果你的合理規定如果他能夠來投資的話 或者是外人可以來投資的話 那他們所擁有的條件跟狀況是什麼嘛 那外人可以投資有所謂法人跟自然人的部分嘛 那投資的部分有所謂的這個商辦不動產土地的部分 那你們針對於這些部分你們就應該要列清楚才對嘛對不對 所以你針對於如果說你們今天這是你們發布的新聞稿啊對不對 所以你們對於這個中國來台灣投資這個這個觀光旅館業的部分 你們對於他們土地還有這個不動產的擁有的部分等等 你們本來就是主管機關嘛對不對 所以相關的到底要開放多少有多少的比例有多少的限制等等 你外人投資條例有那你中國的部分你們也應該要做一些限制嘛 沒有你們開放的開放什麼讓他全部台灣都可以買喔 那個部分要先進有目的設置的主管機關 不是嘛你們應該要跨部會來協調啦 我當然到了部署後我們都在進入相關部會 就因為你們目前就沒有啊 目前有跨部會的審查機制 不是啊你現在就沒有嘛 問你們說有多少的比例你講得出來嗎 這個比例要由交通部來訂不是由內政部來訂 不是啊你 好我們到院裡面來談這件事情好不好 你們這個要跨部會的來做決定嗎 不可能說你今天觀光部說觀光交通部說要開放50% 那你們認為這樣就可以喔 對不對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們有你們的土地政策的主管事業單位 你們必須針對於他們應該要合理擁有 或者是能夠擁有多少要做一定的比例嘛 對不對 啊不是說你們都推給交通部啊 或者推給經濟部啊 那我們要你們幹嘛 那以後就不用登記在你們這邊 就登記在交通部就好啦 對不對好不好 好好那我再問一下喔就是那個全國那個區域計劃法草案的部分 因為呃聽說部長請問一下你們這什麼時候要公告啊 已經公告了 已經公告了 那你們有公告之前有辦公聽會嗎 有辦公聽會 有辦公聽會 那是辦了幾場 辦了四場 四場 市場聽說這個都是那個環團要求辦的啊 否則你們都沒有辦啊 沒有我們本來就本來依法就要辦 本來就沒有辦啊 後來是要人家要求你們才辦啊 那因為你這個全國區域計劃草案 草案的部分事實上有非常多的問題啦 好我們其實有一些意見的部分包括就是說 為什麼把這個活動斷成兩側一定範圍內你過去是限制發展地區 現在可是你現在卻變成二級的環境敏感地區而已 那你這部分既然是這個地震帶 那你可以讓它開發嗎 這樣子是合理的嗎 那你們當時在做這樣子一個區域計劃的時候都沒有考人這些問題嗎 跟黃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 還有這個集水區的這個大幅的送房的部分 所有這些問題都有跟各部會 譬如說活動斷層跟集水區都是經濟部水利署跟中華地調所都有確認在確認 而且到經濟會或行政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都以其他部位為主啦 你們內政部都乾脆就不要啦 你們內政部有意見應該要請示範啊 我們也有我們的 部長你是這個專家啊 我們也有我們的堅持喔 你應該很清楚啊 集水區開放之後對台灣的這個這個集水區範圍的這個是不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你應該要 應該要有你的意見跟你的主張才對 當然現在是這樣子的 斷層的部分是中央地調所 他修改了他的法令 集水區是這個水保局他修改他的法令 就他們目的視野機關把他法令修了 那最後到我們的區域計劃我們只是下游 事實上我們是下游 但是委員指教的非常正確 所以我們已經在上個禮拜 這個請環保署做政策環評 我們會繼續再來跟 再來跟這所有的團體啦 不只環團啦 所有團體在做溝通 我們年底還會再重新再來做 再做一次調整 好啦我希望那個部長就是 因為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意見 我知道我知道 包括這個什麼 原住民的這個土地的鬆綁等等 讓這個部分我覺得你們都要通盤的去做考量 那我最後再告訴你一個 就是說其實呢這個大陸地區取得 所有不動產移轉設定的部分許可辦法 事實上你們內政部就是主管單位 要不要我念給你們聽一下 所以不要告訴我說你們都沒有做好不好 好